請問臺表決成為政治選擇 我想對於昨天國會的表決 我還是要講一下 第一個還是希望大家來支持臺電 臺電是對穩定供電非常重要 也是我們大家民生的需要 在這個惡物戰爭之後 確實國際的燃料成本大漲 各國的電價其實也都是暴漲 臺灣因為我們比較溫和的態度 這樣也就是因為讓臺電吸收了成本 造成了這些虧損 我們這些的挑戰 事實上在4月1號新電價實施以後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調整的幅度 是讓這個主要是出口的這些用電大戶 這個調幅比較高 那這個也可以降低這個民生的衝擊 所以我們考量的因素是非常的細膩 那我想這個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事實上是對臺電非常重要 然後否則如果沒有辦法這樣挑戰 那對臺電的財務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也不利於臺電穩定供電的一個功能 那會不會覺得其實台電也有說明 那昨天下午大家也看到 桃園地區確實有雷震雨 所以受到這個天候的影響 那確實也有這個外力的影響 那所以台電都用最快的速度去恢復相關的電力 那這個確實都是相關的配電設施 遇到這樣的天候跟外力的影響 那我想這個部分台電都會非常努力 盡快來復電